可是33天的恋爱周期之后 刘家突然就消失了 那么他究竟在哪里呢 马成心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这是位于上游县城的居民小区 在接到马成心的报案之后 警方开始对这里的其中一套房屋 进行了秘密摸牌 原来通过对马成心转账资金的追查 民警发现这些钱最终都进入了一家 名为上游县云真家居店的公司里 眼前这套可疑的房屋 正是这家公司的注册经营场所 一段时间摸牌之后 民警发现了可疑之处 正常的公司来讲 就是状态来讲 他们一般是开着门 因为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电商公司 就每天这门都是紧闭着的 在墨上的人比较警惕 在网络交往中 刘家是一个身在广州的都市白领 那么他又与这个隐藏在 干南小县的家具公司 有着怎样的牵连呢 它里面有二三四个人 就在里面上班 然后这个年龄段也比较复杂 就是有年龄比较小的 有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 男女都有 警方认为这其中必有猫腻 今年3月29号 上游县公安局对这个窝点进行突袭 民警现场看到 在这个窝点里几十台电脑椅子排开 每个电脑屏幕上所显示的 都是微信聊天的页面 因为那个电脑登录那个微信聊天 而且他们的登录微信的那个身份 都是一个女性 就是一个刘家 就是冒充一个刘家的那个身份 所有的都是自称是刘家 就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一个女性 事实上除了三个女性之外 其余的犯罪嫌疑人 都是二十岁左右的男性 正是他们冒充成漂亮可人的都市白领 在网络上进行卖茶女诈骗 他给我的数换里面 就是有一个名字叫刘家 然后名字的话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都市面上进行卖茶女诈骗